《插畫家》 書本、廣告、商品 很多範疇都可以見到插畫家的足跡 這些作品背後插畫家是怎樣創作作品呢? 他們又是怎樣成為一名插畫家 今集和大家一起踏上插畫家的冒險旅程 插畫師劉俊康 人稱陸陸 澳門90後的插畫家 他擅長簡潔風格的插畫和容易動畫 幼稚園至小學 我一定會隨便畫一些東西 基本上每次放學 上學堂放學我會回家做這件事 去到大學 碰撞或上課各自不同的看法 眼界是闊了 當時我喜歡試不同的東西 但畢業後 我的感覺是我要做到一些東西 我不可以錯了 我不可以經常錯了 所以那時候 就給自己很大壓力 我會想找到一些方法 可以很快做完一件項目 或者一個設計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客戶選不到 所以我會做多幾個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方向去做這件事 那段時間我開始覺得 其實我不是真的適合做設計 但我又找不到渠道去宣洩一些不開心的情緒 然後有時候 我們用適合作提供 又或的是看別人的設計 也會看著一些平台 一起看看 這些好像是 很想做的事 為何好像 離我那麽遠 本來我應該也有做這些事 那一下我覺得 不可以畫畫了 然後在畫上 我發現好像很開心 然後就不停地畫在一些網絡平台上 畫完之後就放上去 第一個我當時的名字 我喜歡在街上的東西 去角落、去巷子 沒什麼人的地方拍照 然後我覺得要塗上一些照片 畫一些我突然覺得漂亮的、有趣的畫面 這個就是我開頭的一張 我有一隻貓 然後可能穿著水衣的女生 騎著牠 飄了出去 牠們遇到一隻正常的貓 然後對望的那一刻 我可能有很多畫都是圍繞著一些瞬間的情緒 或者突然間城市的角落發生了一些事 然後我看著了 我定住了我不想走 那種感覺 那樣美好是你會味很久的 我自己是 整組插畫不是說我有目的 我要幾多拉 我要畫到別人喜歡的 完全是相反 我想畫一些我需要的東西 從小時候開始喜歡亂想的東西 但是想完一些東西 我好像找不到他到跟別人說 好像畫畫是唯一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然後我畫完出去 我整個字都覺得舒服了 或者畫面很漂亮 然後又要治癒自己 就一直保持著大約有一兩年做這件事 因為總共那個系列畫了六十六幅 畫完這六十六幅其實是 和自己一個對話一個治癒 因為以前我學習的 或者是吸收的知識的 覺得畫這些圖 其實可能沒有人會去賣單 但是我畫完這幅畫 竟然有一位人找我做海報 然後 那個演員你確定 這樣 他是夾樂隊的 然後他們就上加了一個 校園巡遊的表演 給了唯一的要求就是想這件事 很開心 情趣 然後我想了兩個方案 他選了一個就是 人們跳起來 每個人都很開心舉起手 還有那個畫完之後 他們是全部 確定是那個了 你照做吧 然後他們說 這麼爽口 出來他們都說 正 我自己也有點滿意 那個滿意是 我做到一些 我之前覺得我做不到 但其實開心的東西 好像都畫到 我們即時帶了一個挑戰給六六 在眾多的詩詞作品中 由他自己選了一首詩 即時創作 我選了雙健歡的原因 是因為我當時提到這首詩 那個情緒 那個感覺 我覺得 跟現在疫情那件事 好像有點重疊 其實讀完這首詩 是 立即有畫面 就是一個人 看著窗戶 然後我就直接聯想到 旁邊的人 他們可能同一間酒店房 已經是 出出入入 有很多人在這裏 逗留過 大家心情其實都是這樣 所以我兩人覺得 大家都這樣 其實都沒有這麼顧慮 我們都在努力著 其實都是有個希望 楊小曼由大學開始接觸插畫 短短幾年的時間 成為了全職的插畫家 要講他跟插畫的結緣 要從大四那年開始 我在畫插畫這件事之前 就沒有說很認真的畫畫 但是去到大學那時候 就喜歡把一些生活中的小細節 就可能用一些比較卡通的四格漫畫 這樣畫下來 因為我是讀英文系的 老師就說 你們今年最後一個最終項目 可能是要畫一個屬於你們自己的繪本 就是因為我平時是有畫開那些大學生活公仔 所以很自然 我們的群組畫畫那件事 就由我來畫 就是那時候才慢慢開始想 其實原來我想畫更多 可能是更加美 就是當時會覺得是更加美 更加複雜一點的圖案 就是因為有了這個想法 我就開始報關於畫畫 不一定是插畫的班 用了大半年的時間 去自己練畫畫 後來畢業之後 我就去英國讀策畫 老師那裡 他們是很注重說故事這件事的 但當初其實都是偏向於做自己作文 因為我都真的沒有什麼人認識我 或者是知道我有這樣的技能 又找了一份兼職的工作 可以一邊做兼職一邊畫畫 想著可以以這樣的形式去支持我這件事 唯一一個是香港那邊的私行 其實他們在我英國讀書的時候 就已經有找我幫忙排版 後來他們知道我畢業 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幫他們畫插畫 然後慢慢開始就 有本地的出版雜誌 去找我畫裡面的一些畫 然後就慢慢開始有一些機構 找我畫海報 一開始大家都是偏向於問 你會不會設計海報 所以其實他們都不覺得可以畫海報 但又很想把這些機會 所以我都會盡量想辦法把插畫 變成那幅海報的主導去呈現 小曼的作品曾經入為世界插畫大獎 他的創作靈感大多源自生活中的見聞 年初我收到一個英國出版社的電郵 問我有沒有興趣幫他們一本辭典書 去畫75張插畫 跟出版社合作 他們會說明 例如我這幅畫裡面 是要有什麼什麼什麼元素 在起床的時候 就已經一次過起床 然後最後畫 就不會那麼容易出錯 我要畫的75張圖 都是跟大自然有關的 這一幅是德文 然後它是說 你站在森林裡面的時候 然後你看著整片森林 然後你會有那種很平靜的心情 那圖就是給讀者去感受一下那個字的感覺 最後選擇了你清照的嘴花音 我覺得它手持呈現出來的氣氛 是我很想嘗試去畫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是用我現代的手法去畫 但裡面的元素是古代的 所以我就選擇一首作法 已到不畫之年的范世康 畫畫已經畫了30年 四五歲開始 跟隨廖文昌先生學畫畫 喜歡束寫 現時是澳門束寫繪畫藝術家 俗寫人物就是我大學的時候 已經開始的一個叫做練習 周圍坐在街上畫的人 還有畫人對我來說 近來我會覺得 不是一定要畫得像才覺得好 是有種 對啦 我不停地強調 就是有一種情緒畫了出來之後 是令到自己都很舒服 還有很覺得 哇 正啦 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張畫 就是準備了一疊紙 前面的人是不停的pass by 然後你就觸觸那個moment 你不需要給自己定了一個標準 就是一定要畫到像 總之是交代到那種氣氛 那種顏色 那個藍色配黃色 這樣就交代了一個形體 這樣就OK了 我天天都戴的 但現在是水彩 是啊 我天天都戴著一盒水 那你們都辛苦 你們都戴著相機 那我畫水彩都當然戴 所以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 那種機會 那出現了你沒得畫 你就很浪費 從五六歲開始一直畫 畫到中學畢業都一直畫 那去到大學的時候 我就去了杭州讀大學 讀電機的 但後來我是沒有畢業的 那之後回來澳門就讀事外術課程 那時候都一直畫畫 不停地畫的 那是2013年的時候 我就每天發表一張圖 這張圖跟前一天的圖是有連結的 是一個故事來的 但我沒有預先去草耳的故事 怎樣發展 是明天才知道明日是這樣 那就連載了大概七十天 這是一個開始 然後就2016年的時候 有人看到我畫了一些圖 問我有沒有興趣 幫他做一些類似是 類似是Poster的插畫 那個插畫是一個雜誌 他就有個人寫故事 我就配一張插圖 我就看了故事之後 我就輸出一張插圖 開頭看了故事有幾樣東西要抓 要是人物 要是場景 要是一個情緒 幾樣東西都試 我每畫一個插圖的時候 都會畫很多張草圖 就是試一下這樣的組合 有沒有這樣的組合 但最後畫出來的時候 就會定案一個 這樣就呈現出來 我不會畫得很明確 就是公仔畫出場 他想說些什麼 是想讀者自己 意會的意思 他想到怎樣 可以再想像 加上他看完故事 之後再想想一些 他說的人 就沒有靈感寫故事 在窗台上每晚有隻白鴿 就會過來找他 然後白鴿又不知怎樣 帶些明信片給他 而這個整個畫面 是一張明信片 就貼郵票上去 真的寄了出去 有一個有錯的 其實我自己又不需要 讀者非常了解 那張插畫是怎樣 反而是 我是一個輔助的模式 是令到那篇文章 更加生色的感覺 就是他看完那篇文章 再看一張插畫 有種 嗯 好像吃完甜品 那樣的感覺 小命間 後來我就決定了 一種叫做夜晚的 他那種空靈的感覺 我會嘗試用一種 我感覺到現在是一種 紫紫的 綠綠的 藍藍的 的色調 嘗試將他交代出來的情緒 就呈現出來 再做一些比較具象的 令到別人 有得進入畫面的影子 第二次 好 一種感覺都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